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留意到今早有行政会议成员提出了一个方案 去处理东冲旅客过度挤壁的问题,就是将周末B6这条线杀停了它 我对它这个建议是有以下回应的,我对周末杀停B6这条线的建议我是有点忧虑的 忧虑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东冲现在那些港珠澳大橋来的内地旅客 他们很多来东冲,不单止来东冲,甚至其实就是去旁边的昂平 这件事因为他们如果要来东冲再去昂平,基本上他们怎样都要过来东冲 那如果没有了B6这条线呢,那他们就可能很有机会同样地是透过B5的 欣澳那条巴士线,跟着呢,就再搭地铁进来东冲,因为其实是很近的 那由于这个地理环境的问题太近的问题呢,简单来说就是那些要去东冲的人 继续去东冲,去昂平的人呢,亦都因为要经过东冲,他就会想办法 搭B5的欣澳线再搭地铁过来东冲,人流呢未必会减到,同样地去东冲 但是离开的时候走呢,就有机会构成另一个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些人走,没了条B6线 他唯有就是要搭地铁去昂澳,然后走,变成呢,可能就是旅客,和我们本地居民一起 争逼地铁,那最后就连地铁都塞爆了,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呢 在这个建议的安排上来说呢,我是有点的忧虑,那我反而是认为呢,如果要解决这个旅客的问题呢,我觉得 可以是在香港口岸,尽快呢,开始多些的购物,配套,设施那样 让那些旅客呢,能够如果他们要处理他们的购物等等的安排呢,他们可以在香港口岸那里处理,那呢 就未必真的要走出来,那我觉得呢,这样呢,都是一个建议的方案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如果说要疏导那些旅客呢,同样地,在香港口岸 是否可以增设一些巴士线呢,是直接,可能你说的,上去昂平那样,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认为,可以去想的一些方案来的,那 那但是最终我们都是希望呢,透过不同的方法可以疏导分流到旅客,也都可以减轻到东涌要承受那个社区的压力,那在这里呢,就看下大家有没有什么追问的问题呢 那也刘到什么呢,看下公了吗 wn你一向就有什么可能还是有什么朋友的这些呢 因为你会看到东区 中区有区域 我们有区域的区域 中区域 有很多人都在每个月的旅行 包括了最多的远程 而不过B6的区域 人们也会在东区域 中区域 中区域 他们会到许多区域 上海的区域 所以在最后的地方 when they finish their journey they would go to the MTR and compete with the local residents so that would cause another problem in causing congestion even on the MTR so that might cause another serious problem I would suggest ra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open up more shopping facilities on the Hong Kong checkpoint so that the mainland tourists if they decide to carry out shopping or catering they can do it on the Hong Kong checkpoint instead of doing it in Dongchung so I think that may be a solution to alleviate the burden for the Dongchung neighbourhood Thank you Thank you